呃 哦这是哪个仙女让我放大了看看 哇 让我仔细看看 哇 也太美了吧 好羡慕你们什么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哦 我整天要准备直播工作 我不能每时每时每时每刻看着他 美丽的脸庞 你们也太幸福了吧 你们在家跟家长吵架了吗 就在家这么长时间一定会有摩擦吧 我们家可没少吵哈 我跟我爸妈时间对不上 倒不怎么吵哈 但是今天不是我妹跟我吵 跟我爸吵 就是跟我妈吵 要不就是我爸妈吵 跟你们说 跟你们说 今天我妈跟我 我妈跟我妹吵架 然后 我不知道吵架原因是什么 我妈就是哭得很厉害 我妈本来就是 最近情绪不太好嘛 然后走之前 我还是劝他 然后他就说 在跟我说原因 说了好多原因 就说我妹妹还踢他 现在这小孩子 真是越来越250了 然后 哎呦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他在就是 我妈在哭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没忍住 我笑了 不过他好像没看到 反正就出门了 然后 我就采访我妹哈 我说 我说 你是不是踢妈妈 我小孩怎么能这样 我妹说 什么呀 你别听他胡言烂语 我今天没有踢他 我今天没有踢他 我说 我说 那你的意思是 以前 以前是不是踢过妈妈 他说 我说 这不对 什么原因呢 他说 他说因为他们俩打架 然后他妈 妈妈抓到他脸了 真的是 你别说了 就我跟我妹好像 好像都 都跟我妈 干家 主要的原因是 我妈就是 怎么说呢 喜欢 喜欢管我 我们 但是她自己很多时候 又没做好 你知道吧 就是 不服 讲白了 都是 都是不服 但是爸爸 像我 我爸爸 我爸爸管我们 就还挺一点 因为我爸 他自己做得好嘛 然后就是 他不知道我们干什么 他自己也不干 但是我妈就做不到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喜欢管 然后自己却没做好 就不服 你知道吧 我跟我妹 最不一样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我妈管我妹 然后 你们妈都这样吧 我妈管我妹 我妹就是 杠心 你知道吧 就是 我妈可以打她 她可以不换手 但是嘴巴 一定不能说 这嘴不熟 你知道吧 就是不管她 对的错的 有理没理 不管 也不管是我爸 我妈 反正就是他妈的 嘴巴不能说 这是被打得再狠 那个嘴巴的 拔拔拔 说个不停 这是嘴不熟 你知道吗 就欠打 真的 倔 文斗 我不一样 我妈小时候 讲我不听 我就是硬装 听不定 硬他妈装聋 一直到那个巴掌 呼到我头上 我就跟我妈 我跟我妈打得最狠的一次 我记得好 我清楚 那个时候就家里 知道吧 还是那种办公室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 怎么说的 很大的那种客厅 然后有那个 一个一个小间隔 那种文员的那个 小工作室 然后大概到人的脖子这里吧 然后还有小玻璃的那种 我跟我妈就 她她妈追我 我就绕着那个 那个 那个文员的那个办公室 跑 气得她把鞋脱了 砸我 把玻璃都砸碎了 我把鞋砸回去了 追我又追不上 只能在对面指着我妈 你知道吗 看着一大碗烫烫烫烫烫 OKOK 谢谢妹妹 放这 放这 别打死 好 风口费开心 磋磨手中剑 油子身上劈开心 你们不会跟家长就是 定一头铁衣脑吗 吵架 甚至打架 我上了初中以后我妈就打不过我了 就很少起阵制了 倒不是还手哈 她每次一打我我就把她手直接抓住 把文化推直接把门关起来了 我妈也毛病 我觉得 我觉得当妈的是不是都有点毛病啊 就她对我好的时候特别好 然后有的时候就 我明明什么也没干 她突然发脾气 发脾气发脾气 你不听你不理她 她还哭 就喊我爸来证我 感觉他们这些当妈的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吵不过你就开始哭 不理也哭 是吧 一模一样看一眼 哎呀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家里的妈妈 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症状 真的 你真的可爱死了 哎我也觉得我可爱死了 哈哈 一只小菠萝 不是 一只哈巴狗 哎不唱了不编了 老师骂你们也没意思 骂累了 小菠萝 开直播 每天都在直播节里 说要问她为啥播 小菠萝 说 直播前所有都是年年 不骂了不骂了